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调侃 豪门的爱情就是这么朴素 网友虽然在调侃 但语气中更多的是对他们的羡慕 网友一边在羡慕他们的神侠爱情 一边在羡慕郭晶晶的好命 的确 郭晶晶有让人羡慕的资本 她自己就是奥运冠军 退役之后直接嫁入豪门 婚后 丈夫疼爱 儿女双全 非常幸福 可是 郭晶晶令人羡慕的只是这些吗 婆媳关系一直是人类的千古难题 豪门婆婆就更难对付 但郭晶晶不需要担心 因为她跟婆婆朱玲玲相处得很融洽 获熙之间关系很好 朱玲玲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 在霍启刚与郭晶晶结婚之后 她曾在媒体面前表示自己不会像别人一样催生 她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顺其自然 除此之外 朱玲玲很宠郭晶晶 她曾在郭晶晶生下孩子之后送郭晶晶30万名表 这样的豪门婆婆是很多嫁豪门的女星都求不来的 网友议论 朱玲玲不帮郭晶晶看孩子的时候 郭晶晶也出面维护婆婆 说婆婆经常帮自己照顾孩子 还说孩子隔三差五就去找奶奶玩 爱是相互的 婆媳关系融洽 确实情理之中 朱玲玲 她的一生堪称传奇 一婚嫁入豪门 却拼命逃离 转身二婚 再嫁百亿富豪 终得幸福圆满 这样一位肆意人生的女神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能让命运如此垂青呢 一 被疯狂追求 1958年 朱玲玲在缅甸出生 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华侨 九岁时跟随父母 前往香港定居 自小 她便展现出聪明伶俐的一面 上学没多久 便把广东话跟英语学到精通 随着时光的爱抚 朱玲玲一天天长大 愈发出落的亭亭玉丽 光彩照人 在19岁这年 她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这场选美盛事 从镜头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朱玲玲还戴着东南亚独有的那种幽黑皮肤 但这不妨碍美人现世 满堂喝彩 凭借着出色的外貌和优雅的气质 朱玲玲一举夺得最上镜小姐和港姐总冠军两相殊荣 成为香港小姐历史上首位双黄弹冠军 沐浴在闪光灯之中 淹没在赞美声之中 那一刻的朱玲玲成了无数男人的梦中女神 这其中就包括台下的富豪霍振亭 她也为朱玲玲的美而迷醉 颁奖典礼刚结束 霍振亭就派人送上一个超大的花篮 以此吸引朱玲玲的注意力 她还上前身世地握住朱玲玲玉手 真诚地说 朱小姐不愧是冠军 真是让人着迷 虽然是标准的客套化 但彼时涉事不深的朱玲玲还是为之好感大声 毕竟这话出自霍家长子霍振亭之口 等到朱玲玲结束所有应酬 走出录制现场的大门 却惊讶发现霍振亭手捧鲜花 就站在豪车旁静静等待 不动声色的地上花束 再郑重邀请朱玲玲共进晚餐 霍振亭的翩翩风度 让少女朱玲玲怦然心动 郎才女貌这对家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此后霍振亭的爱意便有了倾泻口 开始高调秀恩爱 朱玲玲拍戏去剧组 霍振亭每天都要去接送 还总记得带一束产自东南亚的玫瑰 朱玲玲每完成一个镜头 霍振亭都要第一个起身叫好 没有一丝富豪的架子 赶去发布会车却坏了 朱玲玲急得满头汗 霍振亭却突然出现英雄救美 凡此种种 试问哪位怀春少女能忍住不动心呢 但朱玲玲的家境也算殷实 父母不想让她背负豪门太太的名声 朱母警告称 你千万要当心 这种大富豪怎么会对你有真心 况且她还大你十几岁 只是把你当成玩物 不过霍振亭却数次上门 一再保证自己对朱玲玲的感情 这才打消丈母娘的顾虑 1978年9月25日 在相恋短短九个月之后 二人携手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二豪门禁锢 这场婚礼注定是豪华道 万众瞩目的 霍家的彩礼是整整一千万港币 婚婚宴就摆足了三百六十桌 轰动整个香港 朱玲玲还打电话给无法到场的姐姐 姐 你一定要祝福我 我找到自己的幸福了 她的脸上洋溢着小女生的窃喜 满以为自己的枕边人会长伴一生 然而都说 所有命运的馈赠 已经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 嫁入豪门的朱玲玲 很快便会尝遍 规矩 束缚 冷漠的滋味 婚后 朱玲玲跟着丈夫出入各种社交场合 用美貌和气质 撑起了霍家的门面 她还先后给霍家生下三个儿子 这在注重子嗣的豪门中 意义更加非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朱玲玲过得愈驾不开心 朱玲玲是新时代的女性 她个性活泼 喜欢摄影 羽毛球 高尔夫等世贸运动 而霍振亭为人老成 富豪派头十足 穿衣服只穿名牌 吃饭只去高级饭店 即使朱玲玲费尽心思 要求她去街边人气小吃店 也只会晃回一个不屑的白眼 十几岁的年龄差 成了婚后恋人隔阂的天欠 豪门中的心情更是寡淡 压得朱玲玲喘不过气来 就算是向家里人 借一条珠宝项链出席活动 也要提前打好戒条 约定好归还的时间 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朱玲玲变成了笼中精致的金丝雀 相夫教子成了她唯一能做的事 2000年 霍振亭被拍到 和一名女主持人亲密接触 绯闻传得满天飞 面对朱玲玲一再的追问 霍振亭被逼得不耐烦 只是生硬地撂下一句 男人不都这样吗 那一刻朱玲玲就知道 自己的婚姻全完蛋了 她奉儿离家出走 带着小儿子搬出霍家豪宅 后在公婆的劝说下 勉强回头 但夫妻二人感情破裂 早已是貌合神离的状态 2003年 朱玲玲第二次出走 这一次再也没有回头 2005年9月 朱玲玲主动提出离婚请求 结束了这段 搓脱了27年的婚姻 消息一出 整个香港都震惊了 朱玲玲当时已然46岁 是霍家的主母 补育了三个儿子 这一纸离婚协议 意味着她放弃了所有名声 地位和财富 但朱玲玲不管不顾 忍了半辈子 注定要为自己的下半生 拼一把 转身潇洒地离去 就如当初轰轰烈烈地来 三 再入豪门 离婚之后 朱玲玲的生活 愈加多彩 脱离了豪门的束缚 她得以真正拥抱这个丰富的世界 她背着相机四处旅游 用镜头记录下所见所感 甚至拿下了不少奖项 她筹集上款用来帮助视障人士 向人间泼洒善意的同时 也升华着自己 与此同时 她的挚友罗康瑞 也大胆向她吐露爱意 其实 早在当初的选美比赛中 罗康瑞就已经迷恋上了朱玲玲 只是当时 罗康瑞还未发迹 身家跟霍振婷不可同志而喻 只能默默看着心上人 投入情敌怀中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这句话用来形容罗康瑞 再合适不过了 因此多年以来 罗康瑞主动接近朱玲玲 但都是以挚友的身份 在朱玲玲因婚姻问题 痛苦迷茫之际 是罗康瑞的善解人意 在默默支持着她 当朱玲玲离婚之后 罗康瑞便看到了希望 果断抛弃妻子 也会归单身状态 不得不说 对于妻子 罗康瑞是个残忍冷酷的人 但对于朱玲玲 这份执念却又如春风话语 容物细无声 到底是心中的白月光 这么多年 都没有颠散心中的浓浓爱意 2008年 50岁的朱玲玲和罗康瑞 低调赛婚 一场婚礼 同样花费上千万 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 朱玲玲终于如愿 沉溺于爱情之中 罗康瑞自称豪门 但没有丝毫禁鼓 朱玲玲的意思 反倒是陪着朱玲玲 四处参加画展 摄影展 还为妻子的慈善事业 慷慨解囊 朱玲玲带着她 逛路边的廉价服装店 罗康瑞也愿意 陪着妻子十一 生日的时候 罗康瑞准备了 惊喜的小礼物 让朱玲玲乐得开怀大笑 如今这段婚姻 已经平稳幸福地 走过了十几个年头 夫妻俩仍旧恩爱如初 可能有人感慨 朱玲玲这一生命运太好 天生豪门命 但不能否认的是 拥有一副好皮囊的女人太多 嫁入豪门 却下场悲惨的 也不在少数 如果一婚还能用美貌当武器 那二婚只能解释为 独特的人格魅力 嫁入豪门 却始终追寻独立 坚强 丰富的人生 这才是朱玲玲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不为名利所束缚 活出真正的洒脱 何尝不是精神上的豪门呢